现在整个盘实践的确诊人数到今天都还在增加当中 这个责任你说谁要扛呢 你在台面上现在看到感觉是一场假就责 真内斗 因为责任现在通通往下推 推给的是这个支队长陈道辉他一人承担吗 就在一通关键电话之后呢 陈道辉他改口了 记错这两个字 现在所有的问题他一人扛啊 这样的真相你敢信吗 我们先来看到在4月22号的时候 当时电话被询呢 陈道辉他语带哽咽 说用生命来保证没有隐瞒疫情 还提到这是他穿上白军服30多年来最痛苦的时刻 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当下的他是多么的义愤填膺 多么的记忆犹新 但是针对回报这个发烧的状况 他说有的确有回报一名发烧给剑纸布 还有第二个点大家要问的是呢 14号是谁下令解散的 当下陈道辉说 我没有权限我是奉命执行 但是很奇怪就在隔天 事情只隔了一天 早上呢这个调查小组他们就说了 在11点10分的时候 有打电话要求他说明 这个他指的就是陈道辉 不过关键恐怕就藏在这通电话 因为现在被质疑 这通电话你到底是要求他说明 还是你根本要求他扛责呢 因为你看到后来在下午5点21分的时候 发出了这个讯息 他的说法完全改变 他说是他记错了 不是回报发烧 好他回报的是扁桃腺发炎 不过拜托大家都知道 扁桃腺发炎就是发烧 不过你现在国防部一直推说陈道辉 他回报的不是发烧 是扁桃腺发炎 你是在玩什么文字游戏吗 而且有可能他当下记忆犹新的时候 说有回报发烧 后来变成他回报错误吗 你觉得这个合理吗 还有再来看到 说当时这个踢口的管制 现在又变成说是陈道辉 他依权则来解除 所以整件事情你怎么想 你都想不通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在一通电话之后 通通变成了陈道辉的错 大家想问了 这一通电话 到底是有什么不能说出来的真相 你到底是在要求说明 是在调查 还是说你根本就是在逼人担罪呢 另外大家更想问的是 整起事件幕后的隐武者 到底是谁 如果你说陈道辉他自己解除管制 让这个官兵下船 他上面的这些人 包括他再上去是这位高嘉宾 还有刘志斌 再上去是黄鼠光 最后才是部长颜德发 你说陈道辉他如果真的下这个命令 上面的人有可能完全不知情吗 很奇怪 当时参谋组长黄鼠光 他还有出席在15号的节训典礼 所以整件事情 有可能只有陈道辉一人下令 上面所有的长官没人知道 有可能吗 另外在这个陈道辉的话 感觉上也透露出了一些端倪 当时在电话备讯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说让部长跟司令受累了 他感到很抱歉 特别提到了严德发 还有提到了刘志斌这两个人 没有提到的是高嘉宾还有黄鼠光 好再来 昨天这个很长的line 他特别提到的声明 也是一样提到了部长 还有刘司令 他们这一段时间的辛劳 大家就再猜了 会不会在这个讯息当中 透露出了什么样的端倪呢 陈道辉他的哽咽 还有他没有办法说出来的真相 会有透气的一天吗 聚焦在文字上这个定义 我觉得在这方面 是有一点就是失焦了 国防部第二次开记者会 告诉现场媒体 再问某些名词会失焦 就让我们听一下 张哲平告诉观众 什么叫做聚焦议题 能够聚焦在 其实这个事件 就是一个回报的问题 不是说大家问的不对 而是有些事情 大家忽略这个 所有命令下达 最重要的精神跟原则在哪里 就是一定有一个是疑似案例 包含了发烧这些东西 都要回报 然后任务取消 讲的是任务取消 国防部说 重点是回报出状况 张哲平举例 不在军中 可能不了解军中的用词 不在这个军中体系的 可能会认为这个命令 这样讲的好像这个 支队长只要一有人发烧 他就回来了 大家误会了 那是什么 什么误会了 你要把这个发烧的情况 你要回报回来 你只有回报回来 我们才能给你做评估 经过医疗记录显示 他们很多都会有 晕船 呕吐的现象 那你说如果说像这样子 我们就叫他回来吗 因为他本来一时代 也有匡列这些东西 不是 所以评估后呢 军方重来一次会怎么做 是还在我们任务距离许可 如果有那个需要 可以升级直升机 然后去把它从船上 接驳回来到路线上来 即刻的就医 但升级直升机 绝对不是一个船舰 或一个支队长的权责 总之从24号下午4点11分03秒 到4点13分56秒 江泽平讲了近三分钟的重点 是什么 所以里面强调的还是一个要回报 那国防部做到了吗 东方新闻成像 宇宙新国王舍刘教 在台北也知道 疫情之下呢 也传出了 GAP现金是不是快要烧光光 即将变成下一个Forever21呢 蛮多台湾人都喜欢去买GAP的衣服的 所以今天看到这样的消息 大家也开始在讨论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股价 GAP的股价图 在2月5号的时候呢 是有18.68美金 但是来到4月2号的时候 已经变成了5.5块美金 整个股价直接下跌了超过60% 还有来看到2019年 去年他们的销售额 还可以突破160亿美元 这么大的数字 可是今年2月份呢 开始疫情越来越严重了 受到疫情的影响之下 现在竟然直接蒸发了10亿美元的现金 你说怎么办呢 当然GAP他们要来抢救 推出了两大的措施啊 包括第一点 他们说呢 其实要取消这个夏季跟秋季的订单 所以会不会这些衣服 未来大家都买不到了呢 还有第二点 也就是他们说 要要求海外的供应商工厂 要开始停止运输 还有停止制作了 不止如此 现在说现金快烧光光了 他们也要保留自己公司的现金 三个措施 第一个说有8万名门市的员工呢 现在是要休假的 还有高层的主管也要开始减薪水了 另外GAP也暂停来支付 他们关闭中的一些商店 4月份的租金 其实光是北美的租金 每个月就可以省下1.15亿美元 那么开始有人在问了 那我们在台湾怎么办呢 我们买得到GAP吗 今天台湾的GAP也发出了最新的声明 说现在一切都是正常的 说当季的商品数量是很充足 但是当然这么样的消息一传出来 也是让大家觉得还蛮惊讶的 再来看到说到了美国疫情 这么样的严重 你知道吗 很多酒吧 现在也没有办法营业了 只能暂停休息 员工没有薪水 当然老板开始想办法 发挥了这个巧思 你看到这些摆在桌上的钞票 其实是以前顾客贴下来 贴在墙上的这些小费 老板就一张一张的撕下来 发给员工 不惯病毒疫情在美国肆虐 酒吧不是没有顾客 就是根本不能营业 所以就有酒吧老板突发奇想 干脆把多年来顾客贴在墙上的小费 送给没有工作可做的员工 一点点的钞票整齐排开 有些酒吧清除了3700美元 则和新台币11万元 甚至还有酒吧清除了1万美元 最高达到新台币30万元 有钱可拿的员工们 当然笑得很开心 老板们表示 用这些方法来回馈员工 也是他们小小的心意 虽然趁机把酒吧打扫干净 但是看到原本堆满墙壁的钞票 现在都全部清空 还是感到有点寂寞 警察说